台湾服务业智库商业发展研究院6号公布 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循环同行指标综合指数 结果显示 岛内民间投资服务业贸易的低迷表现 成为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复苏中的不确定因素 据介绍 台湾商业服务业景气循环同行指标综合指数 在2023年6月出现低谷 为负0.6178个标准差 到今年7月 已回升到正0.9362个标准差 预测2024年1月将上升到正1.8237个标准差 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分析 虽然近来台湾住宿餐饮与服务业的就业人数 这两项子指标持续上升 批发及零售业 不动产及住宅服务业两项仍下降 但走势于趋缓 不足的是 领先指标里的民间投资与服务业贸易走势向下且加速 形成整体景气复苏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指出 台湾内需市场狭小 资源有限 上述成长模式再怎么发展都会受到局限 而限于长期低度均衡 一旦投资停顿 竞争力与生产力的提高就受到影响 对外贸易发展与民众消费能力也都会受到冲击 并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 还有劳动力供需失衡的难题存在 伴随住宿与餐饮 运输及仓储业景气上升 批发及零售业的景气下降 趋势减缓 目前台湾服务业的缺工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 尤其当制造业景气复苏 竞争情势会更加严重